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讲这个生死 两个字 我们学佛 修这个宏观大成就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了生死 不但知道生死之事 而且生死要能够超脱 变成无生无死 这可以讲生死能了 超越生死 不受生死的轮回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宏观大成就 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啊 我们人只有一次的生死 这一生当中啊 其实一生当中确实是一次的生死 但是有多生多世 生死如同海一样 叫做生死海 另外呢 还有一种讲法叫生死轮 什么是生死轮呢 生死由不得自己的 就像这个轮子一样在旋转 就像这个轮子一样在旋转 很大力的在旋转 其实我们生死 其实我们生死啊 很简单讲 也就是一场梦一样的 梦幻 一场梦幻 人的一生啊 我们常常这个讲啊 人的一生啊像一场梦 有些人写文章就是这样 人生啊就是梦一场 知道是梦 但如何啊 脱离这个生死的这一场大梦 能够了啊 这个生死的这一场大梦 所以我们修行啊 这个学这个宏光大成就 最主要就是要了生死 还要自主自己的生死 超越生死 那生死也就是 人生的一个大事 我们从出生啊 从出生 一直到老死 这一段就是这个人生的过程 那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同 时间长短 不一 那有生就一定有死 那这个是佛陀里面的这个 释迦摩尼佛讲的理论当中的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恒变力 释迦摩尼佛讲恒变力 是讲说一切都是在变动的 生死也是在变化的 生死也是在变化的 变动的 那生老病死啊都是在变化的 叫恒变力 所以身体健康的不要以为永远都是健康 青春的 青春的不要以为永远都是青春 这个你体力好 不要以为永远都体力好 这个叫恒变力 佛陀最主张的就恒变力 所以生的会走到死 富的也会变成穷 健康的也会生病 这个就是互相变动的 这是佛陀他自己去思考 他的本身呢叫做恒变力 这个力是一种 一种这个好像是说因果一样的这一种循环 所以今天呢我们修行最主要 就是要超越这种恒变力 你知道什么是恒变力吗 像水啊变成气 那么气变成云 云变成雨 雨又变成水 水又变成冰 这个就是恒变力 恒变力 就是轮回 就是生死 那么了解了生死以后啊 我们就要知道 怎样子去修行 那你就是要学到能够自主啊 要能够自主生死 以前啊这个 这个 洪教的一个祖师 罗纳上师 有人问他 如何自主生死 最快的方法是怎么样子自主生死 那他讲出一个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呼一口气 把气呼出去 然后把你自己的心啊 然后把你自己的心啊 跟着这一鼓气出去 就是最快的方法 就是最快的方法 其实他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 密教啊 你修行密教 到了你证悟的时候 觉得你必须要抛掉这个七可要走的时候啊 也是很自然啊 自然而走的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把你修炼好的 固定的 那个明点 已经修炼成的那个明点 也就是你的生命的精华 顺着中脉 用一口气震荡 把这个生命的实体 从你的窍门 给它飞走 这个就成就了 这个是自然的 你自己知道 我应该这个时候走 然后你吸一口气 把你的生命严肃顺着中脉 推出顶壳 这个就是寄生成佛 跟罗纳上师讲的 呼出一口气 把心啊 顺着那一口气出去 这个就是成就 你能够做到吗 今天你密教行车 能够 吸一口饱瓶气 用最大的气力 把自己的这个 心中 推出去 进入宜宙之间 这个就是寄生成就 这个就是寄生成就 跟罗纳上师讲的相应 能够这样子做的 也就能够自主生死 也就是一种成就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也就是说 自己心中的光 推出去 进入宜宙的光之中 这个也可以讲是 宏光大成就 所以你所谓自主生死 就是自己能够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 Om Manebemihom